哈喽大家好 虽然上期视频我是一顿操作猛虎虎 可实际上这是我第一次做木工 还不是为了省钱啊朋友们 你们知道买一个现成的猫别墅有多贵吗 而且还买不到合适的 因为市面上卖的猫别墅啊 大多都是放在屋里用的 而我这个要放在室外 必须是防抚木做的才可以 所以我才决定自己动手 那大家现在可以弹幕猜一猜 我做完这个猫别墅一共花了多少钱 视频的最后给大家揭晓答案 那自己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好难啊 真的 我一开始就觉得这活挺简单的 最多一天就能搞定 结果一天过去了 我只铺了地板 而全部完工 整整四天 整整四天 但能晒到太阳 能闻到花草新鲜的味道 还能听到鸟的声音 亲近大自然的感觉可太惬意了 我就觉得 再忙四天也乐意啊 而更让我感到兴奋的是 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我的视频 非常感谢你们 那今天就想聊一聊 大家问的比较多的 关于这个房子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搞大一点 我家院墙外面呢 就是小区的步道 平常来往的人比较多 我呢 既不希望他俩被特殊的围观 也怕碰到对小动物不友好 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跟小动物相似的人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或者是什么举动吓着他俩 所以呢 这个房子就不能太明显 正好煮过窗前有这么一块凹进去的空地 周围有绿植的遮挡 放在这儿正合适 第二个问题 刮风下雨怎么办 朋友们 小猫咪是知冷暖的呀 你看平常家里猫菇往哪儿长就知道了 夏天长地板 冬天长被窝 对吧 所以如果天气不好 他俩是不会想出来的 就算是天气好 也不见得非得出来 那家里边舒舒服服 能玩能睡的地方也多了去了 还有朋友建议说 把它搞成一个玻璃房 这样就不受天气的影响 我觉得也没必要 出来就是为了亲近大自然 所以视野和透气性一定要好 不然那跟阳台有啥区别呢 所以我把外面和家里打通了 就是让小猫咪能够随时的 想出来出来 想回家回家 选择权牢牢地握在爪里 第三个问题 这个可以让小猫咪随时出来又进去的门 好不好装 其实是非常好装的 但一定要注意 好吧 你想回去就回去吧 就这个门你装好了之后呢 一定要自己先试一试 确保两边都可以开得了 万一这个门 它一次通过的时候 没有顶开 或者是体验不好的话 很有可能以后 它都不想再用了 我一直觉得 如果我们想要让小猫咪学会 或者是习惯一件事情 来来来来来 那么给它正向的反馈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第一次的正向反馈 自己顶开的吗 对 走喽 OK 下面是第四个问题 木料怎么买 某宝上是买得到的 但对木料没有什么概念的话 最好还是去建材市场实际地看一拍 亲手摸一摸 我自己抬 这还挺沉 这样呢你会更有感觉 在计算用料的时候 心里也更有谱 没错 数学题你是逃不掉的 比如我用的是50米乘50米2 而我这个房子的尺寸呢 是1米乘1米2乘1米7 那在计算用料的时候 比如说房顶吧 20米好 20米好 每个6米20米 好了最后一个问题 到这个房子 我到底花了多少钱 你猜对了吗